I think they're going to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全球首富宝座后 特斯拉股价周一在大跌6.27% 由LVMH执行长阿尔诺取代马斯克 成为地表最有钱的人 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发表一些争议言论 讨厌他的人越来越多 投资者的不满也反映在股价上 日前马斯克又把矛头指向美国防疫专家佛奇 说佛奇的防疫政策犯法应该被起诉 但马斯克持续整顿推特 他将在明年1月中举办拍卖会 卖掉推特蓝鸟雕像等一些富含品牌异象的小物和办公设备 似乎想让推特彻底改头换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